警告完日本之后呢 胡塞武装的导弹就直奔美国军舰去了 岸田文雄政府是进退两难啊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车说 俄乌冲突实际上和日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但是呢 日本非要配合美国 结果呢 把自己搞得非常的尴尬呀 不仅是让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自己 在这个进口俄罗斯能源问题上 有了各种各样的限制 而南千岛群岛也在离日本越来越远 所以在八以冲突这边呢 日本呢就要相对的低调一些 按理会几次涉及八以冲突这个决议的投票的时候呢 日本也没有站在美国的那一边 不过有一句话说的好 叫做当你做坏事做多了啊 打算金盆洗手的时候 麻烦就会找上门了 最近呢 胡塞武装政治局代表这个布哈提就点名了日本 声称呢 像日本这样不支持加杀人民的国家 会遭到神的惩罚 特别是美英两国最近啊 刚刚对野门地面的目标进行了轰炸 那么胡塞武装也誓言要报复 日本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胡塞武装点名 那么就连西方媒体都觉得啊 日本这是要遭殃的前奏 那么谁叫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不一般呢 哪怕呢 日本没有参与这个美英的联合打击行动 胡塞武装也不打算放过日本 而且呢 日本的这个银河领袖号啊 胡塞武装至今都没有释放 而且呢 还被改成了一个观光景点向游客开放 从各个方面来看呢 日本的船只在红海的处境又变得危险了起来 这边呢 日本也非常的依赖红海航运 不仅能源要从中东进口 日本的工业品要销往中东和欧洲 也要通过红海的航线 绕行的话 那就和那些西方航运公司一样了 运费都能让日本喝上一壶 而比较悲催的是啊 日本的经济现在并不理想 然而日本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胡塞武装警告完日本之后呢 就直接先把美国给收拾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胡塞武装发言人宣称 在亚丁湾以及曼德海峡附近的海域呢 他们与美军的这个商船保护舰队啊 是发生了激战 那这个战斗过程呢 是持续时间超过了两个小时 胡塞武装可以说是直接杀红了眼啊 一枚导弹就直接打到了美军军舰的身上 被美军保护的两艘美国商船呢 看见这个架势啊 就直接掉头就跑 那美国方面的说法呢 是他们的军舰成功拦截了两枚 来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而第三枚直接落入了海中 霍伦没有造成人员上亡 船体也没有受伤 不可否认的是啊 这个胡塞武装的确和美军 直接正面的交锋了 那么这对日本来讲 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在胡塞武装的角度来说呢 这也是在向日本秀肌肉 他们连美国的军舰都不放在眼睛里面 那日本的船只要赶来红海 只能说这个下场肯定是会更惨 但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考验岸田政府忠诚度的时候了 我们说美国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那就算美国不说呀 按照日本和美国之间这个关系 那日本也得支援美国 而考虑到日本现在自家都是一地鸡毛 那这下子真的是有点进退两难了 那么关于日本在红海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